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赵先生 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他就是有言语上跟行为 就是不怎么去尊重我 希望我通过这个节目 改变他的这样的状态 对我的这个侮辱跟伤害 也有侮辱过他的事情 我爱吃醋 就是有时候吃醋 除了我们两个就会吵起来了 会因为这个吵架 对 脾气不好 对 凭他的想象 你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我有什么依据 好像说你假如我跟某个男士说话 就是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有这种的想法 那没有那么严重 有这样的想法 哪有这么 就是自己心里想 他会吃醋 他的这种思想 我受不了 说起两人的矛盾点 赵先生爱吃醋这个问题 相比于他的一点淡然 刘女士是无比焦虑 因为男友爱吃醋的毛病 已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他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就说一个月前 因为母亲生病 他需要暂时离开男友 回趟贵州老家 可他人还没到老家呢 男友的醋就吃起来了 醋的厚劲和威力还不小 我的母亲不是生病了吗 然后第二天我就买票 回到我娘家半路的时候 那几天不是下大雨吗 涨洪水 然后那个铁楼 已经水已经盖翻了 然后司机就在那里停 等了六个小时的时间 他一直拼命打电话 就跟我母亲问我 怎么还没有到家 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还在哪里 我说还在半路 我说下雨之后 火车都在那里停了 我六个小时 他就说觉得 我就是在骗他的那个 不相信是吧 对对 就是我好像我就骗他 他没给我解释 他不是说他在电话里 跟你讲了吗 没有啊 什么原因 我的电话信息 我只是发给他 他从来不回 肯定要打电话 问娘家老婆 这个到了没到啊 你都打电话 你为什么我没到 我说我还在湖南 他没打过电话 你是你打给我 你说几句话 他就挂掉 我这生气 就是这样的生气 到了家以后 他就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打来 滚来我就生气 我就懒得接他的电话 第二天我不是 发了一个朋友圈 有一个那个懒得 就在我的朋友圈评论下 评论就说你们老家 你怎么那么多 出来带你来吃 然后他刚好有那个懒得 微信 看到了他就不高兴了 吃醋了 他就说 那个懒得 不能加我的微信 这个懒得 为什么会有 他的那个微信 两个月前 他出去进货了 我在家里看店 我开超市里面 有两台麻将抓 他们在我家打麻将 那个懒得 他就是说叫我拿500块钱的现金给他 他用微信 扫在手机上里面来 收影台的那个微信 跟支付宝 都全部是他的 我就是说你这500块钱 扫在我的手机里面好了 当时脑袋没有想到说 用收钱的那种方式 去叫他扫钱 扫给我 他我就会说 他老是来骗人的钱 他又骗我老板娘借点钱了 这个我可以 你说你只是因为这个人 所以不让他家 对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男性 不是不是 那个没有 没有跟他关系的 那个家 他只是用 加一个微信的 这个方式 赚钱给我 为了这个事情 就是在那里骂我 就是说我跟那个男的 在家观众们聊天 不是我 那是可不在意 我就说我老婆的微信 这样子不要加我的老婆微信 对女友口不择言 赵先生之言 是因为自己吃醋了 他受不了女友 加异性的微信 何况对方 还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可刘女士却觉得 男友这醋 吃得莫名其妙 容明和异性 只是正常的往来 男友干嘛反应那么大 他越想越生气 行蹦气 冷战了几天 刘女士架不住 男友的求和公事 恰好母亲的病情好转 便决定回浙江 谁知 因为回家路上的一个细节 男友的醋意 又卷土重来 事情到后来 一发不可收拾 十八回来 我就从我们县城 买车买到市里面 转到高铁 买到票的时候 我就跟我母亲打电话 我说我买到 两点半的车子 到一步是九点半 我跟我妈妈是这样说好的 她就打电话 问我妈妈 我说我那天回来了 然后时间耽误了 已经赶不上了那一班车 我就拿去改钱 改了钱 她就打电话给我 你现在还在贵 你不是说 你今天的车子吗 没有听我去解释 时间赶不上 改钱 没有听我说这么多 直接打电话 那你就不要来好了 你是给我 改不到辞职 我是在外面 什么给我下车子的 我是做什么背叛 你们的事情 说我给我的辞职 就是说我心里面 就很不舒服 心痛 难过 被冤枉的委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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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似乎每一步 只要出现了 跟原定计划 稍微有一点出入的话 在他这边引发的 不是担心 这个行程怎么出了问题 对 而是担心我 你这样就有问题 对对对 赵先生 听起来这个醋吃的 莫名其妙 是呀 也不能文件怪我 我吃就是 吃我不好 对不对 他每次做什么事 不向我解释 我做什么事 到哪里去 我要给他坦白 我就打了个电话 我说来了没有 应该按时间是到了了 怎么会还没到呢 他说还在贵阳 那我确实说了这句话 那是可不在意 确实可不在意 只是因为生气了 就是生气 那我是生气了 是不能讲 这个话是不能讲 你是因为我怀疑 所以我讲这句话 还是只要我生气了 什么话我都可以说 对 就是这样的人 有时候说话说出来 我也后悔点 我又说错话了 就这样子 回来的那天 我门翻锁了 他就这样子 你把门翻锁 在家里面聊天聊得自在 做得很难听 我生气 我懒得做他的饭 我端到饭吃 他就走过来 就从我手上把碗子 就摔到这个地上去 还在生气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打起来 好多年纪嘛 都来劝他 不劝他还好一点 一劝他声音 越多大 敲我脖子 打我两眼光 然后厂室里面人很多 我坐在那里 你不是说 多名正大人吗 我们到街里面去 面对 我说我气我就气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的人 那个刚好 加我微信的那个人 也在那里打台机 我说我那天 叫你加我微信 是叫你转五百块钱给我 没有想到这么多事情 就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他就说 这些都不是理由 转微信 转钱的方式 多的是 你干嘛不用 那个收付款的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一直吵 吵得不快 该叫打电话报警 我不喜欢 那些人 加他的微信的人 我很了解他们的为人 对的 当时打他 对的 我舍不得打他 都是他打我 我到时候都是伤 那那一天 你伤我娘的热光 你也舍不得打我 你问他看他手机 我拍给他看他 就那一天 就是互相打了 对 对吧 对的 对的 你听我讲 比如我 我都做个样子 差点的假 实际上是空的 他就这样 你有这个动作吗 就有这个动作 有这个 我是空的 他对我 气质车都喘不过来 我脖子 这天我都破了 腰死了 就是这样弄一下 他说我打了他 你怎么讲 但是我打 他打我 是用的 啪他一巴掌 说说过来 好几百次也不知道 每次吵架 都是我吃亏 我反过来 还要去哄他 本来小别重逢 结果却打得两败俱伤 刘女士很无语 她不过离开了男友几天 正常加了个异性微信 男友咋能就生出各种怀疑 不惜对他实行言语和行为的双重暴力呢 赵先生的做法着实让人看不懂 他为何就那么不放心女友 那么爱吃醋呢 这个吃醋呢 也是从七年前开始 七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为何会成为赵先生吃醋的开始